上回书说到汉时老忠臣朱文华 让老管家朱安去叫这殿下留职留龙 老管家答应了 然后呢 就暗中观察 有一天 看见留职留龙正在下江王府后边玩 路上行人狠西 没什么人注意 这朱安呢 就把这留职留龙 叫到旁边了 你们是二位殿下吗 是啊 您找我们有事吗老爷子 来呀 你们哥俩随我来 老管家朱安就把留职留龙 领到老将军朱文华的面前 朱文华仔细看见留职留龙 长得非常聪明 朱文华高兴极了 马上让老管家给他们预备吃的让他们洗完了澡 换上了衣服又给了他们不少银子 然后朱文华就小声的嘱咐留职留龙 二位小殿下 二位小殿下 从明天起 你们白天别来 到了掌灯的时候一定要来呀 叫门的时候千万别让外人看见 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 老将军 我们记住了 从那天开始 这殿下留职留龙 每天掌灯以后就到朱文华的家中来 朱文华让他们吃饭 看书练字 安歇 到了夜里二更天 就把小哥俩叫起来 教他们练习武艺 练完了武艺之后再睡觉 五更天起来 再练一会儿 然后吃完早饭 给他们一些银子 让他们小哥俩带回家去 接济留奶全家过日子 如果要是没有朱文华接济留奶一家呀 留奶一家也早就饿死了 就这样天天如此 三四年的光景 这小哥俩的武艺就练得不错了 朱文华就常对他们哥俩说 留职留龙 你们哥俩可要长稚气呀 好好练功夫 等把武艺练成了 兵书战策学好了 日后好夺回三江事业 除掉奸臣李福通 殿下留职留龙还真有志性 苦心学艺 朱文华就更喜欢这小哥俩了 而且朱老将军经常对他们说 说你们的父亲刘乃是汉高族九十玄孙 现在在白水村兴兵的刘秀 也是汉高族九十玄孙 刘秀八百人兴兵 跟王莽的官兵打了几年的仗 转战南阳湖阳济阳阳阴阳 昆阳天下震动了 刘秀是你们的皇叔 是个英明之主啊 很有能力 将来灭亡 往恢复汉史山河的 必定是刘秀 你们哥俩可要好好练功啊 再练几年 等长到十七八岁 我带着你们哥俩去投奔刘秀 跟刘秀借兵打回三江 消灭李福同 夺回三江事业 刘侄刘龙 老听朱老将军说这话 就希望着自己快快长大 好去投奔刘秀 这一天 小哥俩正在花园里练刀练枪 突然间听见哗愣愣假咒响 蹬蹬蹬有人跑进花园 脚步很急 这小哥俩顺声音一看 来的是奸臣李福同 李福同看见这小哥俩 也是怒目横眉 手持宝剑 小哥俩吓坏了 虽然说把是学成了 但是毕竟是孩子呀 两个小孩胆还没练出来呢 看见李福同这么一瞪眼 吓得留职 拉着兄弟刘龙一转身 往太湖石就跑 李福同看见刘直刘龙 虽然有气 想把这哥俩杀了 可是后边有摇旗马舞追自己呢 就顾不过来了 这个李福同呢 他就奔花园的围墙跑 因为跳过墙去 那边就是教军场 就是李福同的几万大兵 这李福同跑到围墙底下了 他心里是想着跳过去 可是李福同武艺随高 他练的是马上步下的功夫 没练过窜房跃脊的轻功 他跑到了墙根底下 使劲望上一窜 撑 两只手啪就扒住了墙头 他想着一拧式飘转过去 他可不知道啊 这片墙在前些日子被雨水淋透了 塌了一大片 这刘奈呢 又没钱修理 这个王冠李洛啊 就用点水 合了一点泥 把这砖呢 对付着气上了 这李福同肉多体沉 这水和泥的墙能禁得住他吗 他两只手使之中一扒 尽头使得挺大 上边的砖大 一身都塌了 哗啦一下 扑通 哗啦啦 就把李福同摔了一个嘴啃泥 就啪到地上了 就在这时候摇起 蹬蹬蹬 麦搭不赶上了 摇起这边就举起来了 摇起心说我这边要下去 这个尖尘脑子就得碎了 可是摇起这边没往下落 摇起心说我留着他这口气 把他捆上等他的兵将 他手下兵将如果要来了 我好拿李福同吓唬他们 如果他的兵将要动手杀我们军臣 嘿嘿 我就一边把这金臣打死 用这办法 我好威胁三江的兵将 而且还能保着刘奈全家逃出龙腾虎穴 摇起这办法是想的挺好啊 他伸手哈腰就把李福同的两条大腿抓住了 一转身他拉着李福同跑 心说马五来了准能把这奸臣捆上 这李福同啊挺胖挺高 而且六十开外了 他争他也争不起来 没有办法 这时候马五还没到呢 两位小殿下留职留龙 一个拿着大刀 一个拿着长枪 有打太湖石旁边跑出来 就奔了李福同了 俩小孩要捡这便宜 留职留龙举着刀举着枪 就骂这李福同 奸臣 今天你的报应到了吧 啊 我扎死你 砰 拿枪就扎 这个拿刀都剁 这刀枪一块下 眨眼之间 李福同身上流出不少血 就成了血人了 马五这时候赶到了 马五手举单边 望下一打 李福同能不死吗 奸臣李福同一命呜呼了 姚七回过头来 就问这刘直留龙 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用刀砍人 用枪扎人 刘直瞧着姚七 我先问你 你是干什么的 你先告诉我 然后我才告诉你 我是谁呢 嘿嘿 你要问呢 汉太子大英众总印先锋棍 姓姚明齐自辞矿 人称汉太岁 然后姚七用手一指马五 哎 他叫马五 汉英二路先锋 人称五文臣 两位小殿下 一听是姚七马五 二位殿下可乐了 因为听师父朱恩华老说呀 黄叔刘孝手下四位先锋官姚七马五 陈鹏杜茂在两军阵前为汉英立下无数的功劳 今天看见姚七马五了 真是惊喜极了 姚七看他们俩乐了 你们叫什么 姓什么呀 二位殿下这才说出自己的名姓来 姚七马五一听 这两个小孩是殿下刘奈的儿子 一看这小哥俩怎么穿得这么好啊 而且满面红光 跟他爹刘奈是一点也不一样啊 这哥俩心中纳闷 也不好多问 赶紧给刘直刘龙拾了一礼 姚七马五 拜进二位殿下 刘直刘龙小哥俩赶紧还礼 先锋免礼 请问二位先锋因何致辞啊 姚七马五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刘直刘龙赶紧就向姚七马五道歉呀 谢过二位先锋 要没有二位先锋大人 我们父子就不能再见面了 多谢二位先锋 姚七有打刘龙手里拿过刀来 就把奸臣李福通的人头砍下来了 行了 二位殿下 咱别在这聊天了 你家父王跟我家主公在前边等着着急呢 咱们赶紧购奔银安殿 姚七左手低了着 李福通的人头往背后一藏 就跟着马五刘直刘龙出花园直奔银安殿 等到了银安殿了 刘秀就问 姚王秀 奸臣呢 千岁您看 奸臣被我们打死了 说着话摇起左手一体李福通的人头 刘秀高兴了 只要把他打死 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危险可怕了 刘直刘龙就跪在刘秀面前 给刘秀磕头 黄叔在上 黄直刘直刘龙有礼了 姚七用手一指 哎呀千岁 这是夏江王千岁的二位殿下 刘秀低头一看 这俩小孩真好啊 我黄兄有这样的儿子 刘是后继有人了 他们兼顾了高兴了 这个王冠李璐 一看奸臣被李福通打死了 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 给四位先生的磕头啊 吸过四位先锋打人 奸臣死了 我李璐也能明误了 没想到这时候刘奈在旁边 多了多说跟刘秀说 余地呀 你可把我害苦了 这四位先锋一愣 刘秀就问呢 杀了奸臣 怎么反而把黄兄你害苦了呢 余地呀 你们把李福通打死了 府的西边就是教军场啊 教军场上有奸臣的计万大兵 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眼前就是一场大天大祸呀 黄兄啊 你千万不要着急 还有我们军臣呢 余地呀 你们总共才五个人呐 就是周身试铁 又能连几根钉 虽然说武艺高强 可是五个人能敌得住几十万大兵吗 大天大祸呀 黄兄啊 你千万别着急 你放心 如果我们军臣几个人死不了 就能保护黄兄你全家性命 也只好听天由命吧 就在这时候 听见府西边 哒哒哒哒 炮声就响了 紧跟着鼓声也起来了 夏江王刘奈 吓得扑通一声 就坐在地上了 刘朽君臣一看 刘奈 吓得面如土色 是抖衣而产 黄兄啊 你起来 你这是怎么了 玉迪啊 你们是不知道啊 每逢李福童到我府中来的时候 要是待得功夫长了 他手下的兵将就想炮勒鼓 李福童听见炮鼓之声 立刻返回去 如今 他依然死了 他要是不回去 他手下兵将要来找他 怎么可就麻烦了 黄兄 你千万别着急 你起来 既然是这样 我们军臣去迎头找他们 这时候摇起马武 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 已然到了银安殿后 把五匹马拉到银安殿前了 取下一包 把盔甲全都从包袱里取出来 刘秀下了银安殿 军臣五个人 顶盔灌甲 照抛竖带 拴杀实物 全身配挂整齐了 刘秀就把刘之刘龙叫过来了 二位皇侄啊 我们去杀李福通的余党 把你的父王可就交给你们哥俩了 千万别让你父王寻死 黄兄弟放心 我父王要上吊啊 我们把绳子拿走 他要抹脖子 我们把刀夺过来 他要想撞死 我们哥俩抱着他的腰 如果三江兵将来了 我们呢 就凭手中的刀枪 跟他们拼命了 好啊 二位皇侄好极了 就把你们的父王交给你们了 皇叔您放心吧 刘秀这才带着四个先锋官 拉马出府 在府门外 龙四江任等帮杆上马 每人手中长着兵器 摇起仍然左手提着李福通的人头 在背后这么一藏 君臣五人齐摧坐骑 各斗思江 直奔腹系的教军场 到了下江王府的西边 刚没走几步就看见了 窥层层遮天映日 甲层层万道霞光 刀枪如马林 剑脊四眉水 冰山降海 足有一万多三江兵 当中间掌气官 高挑一杆 绿段则大道齐 上边五个小字 三江副元帅 当中间抖大的一个字 康 在大旗之下 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 胯下巴掌中一口大刀 压住全军大队 队伍严整 军容雄关 刘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敌人兵将如此雄壮 实在是难抵 姚齐听刘秀这么一说 把嘴一撇 千岁 没什么可怕的 有道是 确敌者败 七敌者胜 也别瞧姚齐 姚齐虽然能耐不如马武 陈鹏杜帽 可是姚齐这一句话 就把君臣几个人的胆子 给撞起来了 姚齐马武在左 陈鹏杜帽在右 刘秀在正当中 五个人催马 就奔着三江大队来了 离得近了 刘秀 君臣勒住坐起 就在这时候 游打三江队伍中 冲出一匹马 马上这员大将 穿轻挂躁 长得身高一丈 头大向短 腰圆背后 头上戴着一顶 乌金竖法官 双叉至金尾 身上披了一副乌油甲 内衬一件躁断色 莽征袍 胸前护心静 身背后五感护背棋 肋下配着一口宝剑 三叠倒挂于他为 两扇躁断色 软战群 分为左右 红绸的中筋 虎头战靴 牢踏在一队乌金凳内 胯下一匹青宗马 马上安颤 搅环先鸣 这员大将手中 擒着一条 冰铁造鹰枪 他马往前跑 冲着刘秀君臣就喊 呆 你们是干什么的 再往前来 我可命我手下兵将射箭了 出了一个马前答话 说着话 这员战将就勒住坐起来 摇旗向来是大大 双族一点 邓邓科飞虎 趁催马向前 来到这员战将面前 勒住了马 用冰铁造鹰枪一指 你是何人 我乃三江王殿下 姓李明报 人称小霸王 你是何人 摇旗听明白了 听这个人通名报姓 三江王殿下姓李明报 人称小霸王 那没错了 他是奸臣 画面阎王李福同的儿子 李报 有个外号叫小霸王 摇旗乐了 摇旗脑子快 哎 你要问我呀 在下我是老霸王 这小霸王李报气坏了 你敢耍笑一我 你可知道我枪法的厉害 哎呦 小子 你先别耍枪 我有句话得跟你说说 摇旗这么一说 把这小霸王李报给说愣了 他压着大枪 瞪着大眼 他瞧着这摇旗 小子 你不知道啊 你叫小霸王 我叫老霸王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你知道今天我干嘛来了吗 你妈没生你的时候 正要临盆呢 嘿嘿 被奸臣李福同 把你妈给抢走了 把老霸王我也给挤的走了 谁让那时候没本事呢 你娘把你生下来了 你不知道你还管李福同叫爹呢 小子你傻呀 我一赌气练了一身的本事 今天回到三江 为的是学我夺妻之恨 你还跟老霸王我瞪眼 二啊 你好糊涂 现在我大仇一爆 把仇人杀死了 你看人头在此 说着摇旗左手 就把李福同的人头拿到前边 搜 他就奔李报的回中扔去了 这一下呢 正好落在李报的马上 小霸王李报一看亲爹李福同的人头 是又气又恨又急又怒 哇呀呀呀呀呀 他这一爆叫声如巨雷 晃山行 咔嚷嚷嚷嚷嚷 假意儿声音直响 小霸王李报也顾不得他爹的人头了 抖大枪奔着摇旗 我炸死你 大枪奔着摇旗就炸 摇旗用枪招架相还 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处了 两匹马马打盘旋 就跟走马蹬相仿 杀父之仇啊 小霸王李报恨不得一枪把摇旗扎死 给爹报仇 杀了三四个回合 这摇旗的能力还真打不过小霸王李报 先说坏了 我打不过李报 这李报这么大本事 我们军臣才五个人 他手下一万多兵 不成 我得把这小的带走 免得他奔过去 去杀我们千岁留秀 摇旗想到这儿 喳喳喳 他这一炸火 虚点一枪奔着小霸王李报扎来了 李报刚一还枪 摇旗拨转码头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他望西就跑 直接奔着三江大队人马来了 这小霸王李报也愣了 他怎么往我的兵将队伍中冲 三江的兵将望前一栏 不能让游击过去 杀 一万大兵望上庸 摇旗斗丹亭 高声和寒 对 三江兵将天真 我叫老霸王 你们要知道老霸王的厉害 儿正伤开了 如其不然叫儿正死在 老霸王大清之下 他催马凝枪愣望这三江大队里撞 三江的兵将拦拦不住 挡挡不住 小霸王李报在后边叫追着 他追姚琪呢 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姚琪叫什么 他冲着姚琪高声喊嚷 对 老霸王你慢走 呸 姚琪的乐呀 小子 小霸王追也老霸王 姚琪觉得可笑 他在前边跑 李报在后边追 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下江城 小霸王李报 未报杀父之仇 他下了狠心 是非追上姚琪 把他扎死不可 所以这匹马马跑如飞 姚琪他不认识路啊 他跑出十几里地 他可愣了 眼前是山连山山套山 山连山接连不断 崇山峻岭 没有道路可走了 姚琪心说 后边的小霸王李报苦苦地追赶我 他的武艺可比我强得多呀 他要追上我 我是非死不可呀 姚琪拿眼睛往山上瞧 就瞧见山上有一股弯弯曲曲的小路 姚琪催马就上山了 这是一个小山包 山下头呢 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剑 人是跳不过去 马也过不去 这时候李报就到了 你身风绝地还跑得了吗 咱们下回再说 是一条 crear免质 我们下车 camps 您的安全 劲独力